台湾的空气污染不但是政治议题 而且也严重危害民众的健康 才30多岁的台湾普特斯总经理黄正明 在就读台中市东海大学的时候 已经发现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越来越不好 加上陆续几年来他的家族中 竟然就有6个人罹患肺腺癌 其中已经有3个人不幸往生 后来黄正明在就读成大医材研究所的时候 发现一种荷兰制造的专利纱窗 可以过滤掉空气中大部分的灰尘颗粒 甚至对花粉PM2.5等细全符为例 也有很好的阻隔效果 所以才会投入推广防霾透气纱窗的事业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住在中部 我的亲人大概有6个也都是罹患肺腺癌 那他们都是不抽烟不喝酒 那为什么会离患肺腺癌 这个很多的胸腔科医生都除了讲说 是因为基因遗传的关系之外 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 有PM2.5有燃烧纸钱 或者是一些代奥新啊等等的 这些空污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希望能够装这个Poltex滤网 直接装在我们家的纱窗上 那减少我们家人的肺部的loading 黄正明拿出一般纱窗 跟他们推广的防霾透气纱窗 进行烟雾废弃实验 证明一般纱窗只能防纹防虫 而普特斯防霾透气纱窗 以静电防尘双重拦截的技术 可以阻隔掉空气中九成以上的微成颗粒 而且透气通风又透光 价格又跟一台空沁清净机差不多 市场接受度相当高 既通风又透视 而且它还有组隔细旋斧微粒 灰尘细小的微成 还有小黑纹都可以帮您阻挡在外面 那它利用的组隔的原理 其实就是用静电的 这个专利的静电的技术 我们荷兰原厂 因为看到这个蜜蜂传播花粉 进行这个仿生的技术的模拟 所以研发出静电的专利的涂层 已经有150年历史的荷兰普特斯 已经是全球销量最大的防花粉砂网制造厂 在中国大陆也是十分火红抢手的商品 目前台湾北中南地区 有好几个强调健康概念的大楼跟住宅 已经使用了普特斯防埋透气纱窗 总经理黄正明说 企业的经营要有热心、良心跟善心 希望他们的产品能够改善台湾空气污染的问题 为民众的身心健康尽一份心力 记者陈文旭、肖又金、台中报导